好,各位亲爱的同学 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谈到了关于人的这个人格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到的是这个第二节 关于人的智力 还有呢能力 那从小到大呢 其实我们都很关注人的这个智能 智力 比如说你小的时候 可能还偷偷去错过这个智商什么的 如果智商还比较高 还会比较的这个沾沾自喜 那当然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呢 我们可能不像小说 就是应试教育的情况下 那么关注智能了 我们可能更加关注的是人的这个 capacity 就是人的这个能力 那么大家看书上呢 有一个对于能力的一个概念的解释 能力呢 是从事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 适者生存所必要的一个心理特征的总和 这个定义就比较行人上学了 就是说白了 就是你到底能干啥 how to do 但是每个人呢 其实你生下来你的能力结构呢 都是不一样的 就说白了 老天爷赏你哪口饭吃 其实呢是定好的 就各自各都有自己的这个长处 还有这个短板 那么具体到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当中来 为什么要去研究人的智能呢 因为呢我们要知道 这人他适合干嘛 对吧 所以在组织行为学当中啊 能力呢决定我们的绩效水平 一般情况下 你高能力 绩效水平呢会比较高 那所以呢 为了有效的提高组织绩效呢 我们作为hr应该知道每个人能力的长处跟这个短板 尽可能的就是利用他的这个优点来克服他的这个缺点 你不能说越渴越吃盐 对吧 我们就得让一个人去做他擅长做的事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会把能力呢分为这个智力和躯体能力 说白了就是他的脑力啊 叫智力嘛 然后躯体能力呢就是他的体力嘛 这个是一个人能力的这个总和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智力啊 智力的话一般包括这样的一些类别 这个还挺喜欢出题的 我们的这个智力结构里面有言语 你看像这个律师啊 这口才不错吧 然后呢还有老师 像我这天天叨叨叨叨叨叨 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像领导 哇塞 领导如果发言的时候跟你说 下面我简单说几句 你千万别相信他只是简单说几句 绝对不会简单的 所以这个就属于言语能力啊 那么另外呢 计算啊数学的这个能力 还有比如像福尔摩斯啊 那老家伙推理能力老强了 是吧 还有呢演绎能力 关系类比的这个能力 包括这个人啊过目不忘 其实就是形容他的记忆力非常的强 所以呢有记忆力 包括空间的感知能力 还有知觉啊 这些呢都属于人的这个智力的结构 或者说人的智力结构 是由这样的一些部分所组成的 他比较喜欢考的是这个 就是基本的智力维度 这是一个很高频的单选 基本每年都在这做文章啊 很喜欢在这出题 然后他呢 其实基本上喜欢考的是 就是哪个能力强的人适合干嘛 也就是说他更喜欢考的是这个 维度和这个范例的这个匹配啊 就是这个部分 还有呢和这个 他还蛮喜欢考就是这两个部分的这个匹配的 那比如说像维度层面呢 他有这个言语能力 那么言语能力强的人啊 顾名思义 就是他使用口头和书面语的能力比别人强 有一句话叫什么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啊 然后呢 他的这个范例里面有老师律师 刚才我说的领导 这些人都属于那个 按逢雷德的这个理论来解释 都属于口唇其人格 就是他们就特别善于用语言 来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想 你像那个马丁路德金 对吧 站在一大堆人面前 我有一个梦 侃侃而谈 包括像印度的那个圣 圣雄甘地 这些人的语言都非常有穿透力 包括像乔布斯 哇塞 一出这个苹果新品发布会啊 特别的这个慷慨激昂 是言语能力强 柴静啊 说话的时候 讲那个穷顶之下的那个演讲 也是很能打动人的啊 他是娓娓道来的 包括蔡康勇 特别儒雅 这些人总的来说 他们的言语能力都超强的 第二个呢 叫数学能力 那么数学能力呢 就是对数字敏感嘛 解决数学问题啊 对数的这个关系的 掌控能力比较强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数学能力 那么他的范例呢 像投资商 工程师 我以前呢 接触过一个人啊 这个人呢 他是那个 奥际留学的一个 副总裁啊 就是一个高管 然后他就说 他上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数学这个专业 所以就是投资理财啊 包括炒股啊 期货 就是他周围的人 都去都去咨询他 就是他一看的 那个数字 数据的那个图 他就基本能够预测出 一些走势啊 什么天生就吃这碗饭啊 天生对这就敏感 就属于数学能力 特别强的人 第三个能力呢 叫推理能力啊 推理能力呢 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啊 理解解决问题的原则 而且呢 解决问题能力超强 所以呢 你看推理能力强的人啊 就是做治疗师 设计师 咨询师 对吧 你看企业咨询师 他们基本上都是属于 学习能力特别强 消化能力特别强的 那种海绵型的人 你像他比如说 哎 接下来接的一个case 是这个跨境的一个 红酒的一个案例 他可能之前对红酒 完全不了解 但是他就是为了要帮你去解决这个案例 他短时间内就可能把这个上摆一种红酒 然后全都搞得很清楚 或者对这个行业搞得很清楚 所以说呢 就推理能力强的人啊 厉害啊 非常精英 然后演绎能力 演绎能力呢 就是能够做出什么呀 对事实的推断 评估的这个能力 就演绎能力 一般我们做定量研究嘛 做定性研究嘛 这些科研人员 他们都属于演绎能力特别的强 后面呢 叫关系类比能力 这个就是能够把世间万物的事物的联系的本质 能够抓住 比如说人类学家 到一个什么村子里面 一个古代的 一个什么古村落 一个部落里面 他能够知道这个巫毒文化 比如说他的这个文化 跟他的仪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关系类比能力强 记忆力强 说白了 就是什么都能记得住 哎 你看学外语 很多人学外语学的不好 就因为老旺啊 记单词记不住 臣妾做不到 那就弯弯 所以说呢 记忆力强的人呢 就是他的识别 保持 还有回忆句子的能力很强 大家想一台计算机啊 我们把大量的信息存储进去 然后等到这个提取的时候 你总得能提取的出来吧 也不能说把这些信息放进去 然后一到提取的时候 老提取不出来 那就完蛋了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关于人的这个记忆力的问题 后面呢 还有就是空间认识能力 你看 就是他能够把物体的位置 发生变化的时候 他能够立马想象出来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立体几何学的特别好 那么室内的装潢师 还有呢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种艺术家 他们的审美能力都特别的强 那这些人的空间认识能力 他就总是知道这个东西放在哪儿 效果更好 那么后面呢 还有知觉能力 知觉能力呢 就是能够从视觉的角度发现 万事万物的这个关系 那么摄影师捕捉 捕捉这个镜头的能力很强 所以呢 他最喜欢考的就是 某一种能力强 然后呢 适合做什么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把这种能力 跟他的这个范例 要能够匹配起来 这个是特别喜欢出单选的地方 好 那么大家看这道题 按照心理学 对于我们智力的这个解读 那老师 律师 还有领导 这三个职业呢 虽然不是同一个职业 但是呢 他们三者有一个共性 他们都有比较强的 什么能力呢 我们说他们的言语能力 非常强 对吧 所以呢 这道题的答案呢 就应该选的是那个 A选项 你看他考的就是智力的维度 而言语能力呢 就是理解 使用口头 书面语的能力 所以老师 律师跟领导 都需要非常强的 这种言语能力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来往下 看这道题 他说 对于一个 特别想学好外语的学生 来说 那最重要的智力维度 是什么 对于一个想学好外语的 学生来说 最重要的智力维度 就是记忆力一定要好 因为他一定要记住单词 对吧 你一个想学好外语的人 对数字再敏感 有审码用 对吧 然后推理能力 一般都是咨询师 研译能力呢 就是科研人员 所以呢 我们得学会 举一反三 我们不但知道 这道题选什么 而且知道 其他的几个选项 如果出题了 该怎么选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把它选出来 选RB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来 再来练一道题 他说 掌握解决问题的原则和规则 而且呢 能够迅速有效的 去解决问题 这就是职场当中的 高富帅白富美 这种精英取向的人 就是 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 解决问题能力极强 这种人呢 他往往是什么能力特别强 推理能力特别强 因为这段话 就是提干的这句话 正好就是 推理能力的定义 对吗 所以呢 我们选A就好了 这个还是反正在考 智力维度 这个知识点 所以大家看 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几个题啊 虽然他的出题的 这个就是 模样长的不是原题 但是基本上说 考点就是一个考点 考的全部都是什么呀 智力的维度 对吗 好 那我们把智力的维度 这个内容呢 讲完以后啊 高频单选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历史上的这些心理学家 他们在探讨人的 这个智力结构的时候呢 提出了一些理论 那这些理论 其实很简单啊 你看这里面有这么几个心理学家 斯皮尔曼 还有呢 瑟斯顿 包括像这个吉尔福特 还有这个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 这个教育心理学家 叫做加德纳 有这么几个人 好 然后呢 他们相对应的这个理论呢 其实我已经把他们的名字 往下给摘出来了 斯皮尔曼 所对应的理论 叫二因素论 瑟斯顿是七因素论 吉尔福特呢 是三因素论 而加德纳呢 叫多元智能理论 所以呢 其实我们从这个名字上 顾名思也能看出来 就是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 主要就是来看 他们的智能结构 到底是由哪些因素 所组成的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在斯皮尔曼看来呢 一个人的智力结构 是由两个维度的因素 所构成的 而瑟斯顿认为是七个因素 而吉尔福特呢 认为是三个维度 三个因素 加德纳认为呢 是n多种因素 这不就是他们的观点吗 对吧 就是这个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书上 对他们的这个文字的表述 斯皮尔曼 刚才我们说了 是二因素论 所以我们在斯皮尔曼这呢 写一个二字 这是为了提醒你 不是说他傻 斯皮尔曼的这个二因素呢 主要是认为智力 分成两大类因素 第一类呢 叫做general的因素 叫一般的智力因素 general 就是 general 就是大体上的 一般的 普通的意思 然后后半段呢 叫特殊智力因素 OK 这个特殊的智力因素呢 就是S因素 S因素就是special 就是特殊的意思 所以G就是general 一般因素 而特殊智力因素 叫special S因素 所以完成工作的时候 往往需要我们两种智力因素呢 相互作用 诶 那么一般智力因素 跟特殊智力因素 它俩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书上呢 也有对他们的这个解释 一般智力因素 其实就是共性的 就是你也有 我也有的 一般的这个能力 但是呢 为了完成这个工作 或者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吧 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 比如说有高超的写作技能 或者说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阅读的 或者一个表达的这个技能 这个可能就是非得这种能力 不能完成 那么它就不是一般智力因素了 它就是特殊智力因素 Anyway 不管怎么样吧 反正斯皮尔曼是把人的智能结构 分成两类的 就是G因素跟S因素 所以他的理论呢 叫做二因素论 还蛮简单的 第二个呢 叫瑟斯顿 瑟斯顿呢 其实他的那个理论呢 就是把我们的智力呢 分成了七个维度 他把我们的这个智力 分成了七种能力 比如说我们对词的这个理解啊 对词的流畅性的把握呀 然后呢 技术 还有的空间的知觉记忆力 知觉的速度和推理 我觉得呢 这七种原始能力 大家就不用背了 但是呢 如果看到瑟斯顿 大家脑子里面 应该有一个阿拉伯数字几 应该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七 对吧 毕竟是 瑟斯顿提出来的是七因素论 对吧 然后吉尔福特 刚才我们说了 叫三个维度 是吗 所以呢 吉尔福特呢 他把智力呢 分成了三大维度 那么这三大维度呢 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最好能记一下 万一他考一个多选题呢 他考一个多选题 说以下属于吉尔福特 智力三维度的是哪三个维度 你不能抓瞎呀 那么属于吉尔福特的这三个维度呢 一个叫做智力的操作方式 就是智力怎么打开 智力怎么操作 How to do 第二个是智力的这个内容 第三个是输出来的这个产品 产出 那么 吉尔福特认为呢 智力是由这三个部分所组成的 所以它是一个三维立体模型 那么 我们说呢 在教育学领域里面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就是教育心理学家美国人 他的名字呢 叫做加德纳 加德纳 其实他的理论 在现代教育学史上 还是很有地位的 美国加德纳呢 所提出来的一个理论 叫做多元智能理论 所谓多元呢 是他提出八种智能 就是他认为呢 一个人生下来以后吧 你的这个智能结构呢 其实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那么 比如说有的人 他可能就是数学能力强 有人可能就是言语能力强 有人可能就是音乐 有人就是空间 有人就是社交能力强 所以美国加德纳呢 他所提出来的 这个多元智能理论呢 给我们现代教育里面 所提到的这个 因材施教 就是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理论基础 因为加德纳认为呢 一个人生下来 你的智能结构 跟别人就是不同的 就算你是在努力 可能你的数学特别强 但可能你的记忆力 就是不好 所以你就把这人 花石吊打 别人可能一个小时能背下来 他就得三小时 才能背下来 所以你干嘛 非要用他的短板 去跟别人拼长板呢 为什么不利于 好好利用他的长处呢 去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呢 所以美国加德纳 多元智能理论 他倡导的一种理念 就是要让学生顺应天性 然后把他擅长的能力 给释放出来 释放他的天性 所以说老师要因材施教 你让你们班里面 所有孩子都成为 奥数天才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有的人 他的数学能力 本身就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这是加德纳的观点 就是他认为 每个人的智能是多元的 所以因此呢 他的理论也被称为 叫做多元智能理论 这是我们这四个代表人物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吉尔福特呢 是智力三维度论 刚才呢 刚刚我们在这个表上 已经看到了 那吉尔福特呢 是智力的三维度论 那吉尔福特制定的 智力的三个维度 不包括什么 刚才我们说了 一个是智力的操作 打开方式 然后还有他智力的内容 以及最后的产出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产品 所以有这三个 但是没有谁啊 没有这个 没有原始的能力 是什么鬼啊 所以呢 不属于这个原始的能力 没有他 没有他 所以呢我们 这道题的答案呢 就把它选出来了 OK 选的是2B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说的是人的脑力 那么我们说 一个人的能力呢 除了他的智能 还有他的体能 有躯体能力 躯体能力呢 这些年几乎是 没有做过文章的 因为他 没什么可考的 说白了 那么书上呢 白纸黑字啊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这个躯体能力呢 就是包括了人的 Energetic啊 精力 体力 还有他的什么 这个肢体的灵活性啊 等等 那么具体来说呢 他把它分为九项技能 就是你的躯体能力呢 这里面有九项基本能力 那么这九项基本能力 我觉得大家用不同颜色笔呢 做一个标注就好了 就是万一要是考一多选题 你能看着眼熟就行了 但我觉得出题人 如果不脑残的话 一般不会在这种 比较冷门的地方去出题的 所以我们一块来看看 这九项基本能力 它怎么归纳的啊 持续或重复 发动肌肉力量的体能 然后呢 躯干的这个力量 包括呢 对抗外力的静态体能 妈爷爷 我们又不是当体育老师的 这是干嘛啊 是吧 包括这人的爆发力 你看短跑跑的好的人呢 爆发力就特别强 像这个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 法国队有一个19岁的小将 哇 他白米跑的冲刺速度 基本上跟博尔特都差不多了 就只比博尔特呢 跑慢了一点点 但你别忘了啊 博尔特是专门练短跑的运动员 人家踢球的开外挂了 人家只捎带手了 练了一下啊 而且呢 人家还是带球跑 所以说呢 特别厉害 就爆发力强 包括呢 就是伸展躯体跟肌肉的能力 重复而迅速扭曲躯体的能力 平衡性 包括呢协调啊 长时间启用最大体力的能力 这些呢都属于躯体能力 我觉得大家看着眼熟就够了啊 也不用在这较劲了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把人的智能结构和躯体能力 这两个都属于我们的能力啊 我们把这个能力这个概念呢 来谈到 把它引申到工作当中 那我们说德不配位 那其实就很糟糕了 我们说一个人 他的能力一定要cover住 他的岗位才OK的 所以大家看 第一 员工的能力呢 跟水平呢 它是跟工作绩效呢 是有直接关系的 OK 这是一个点啊 如果人家问你 哎 以下关于能力和工作的匹配 哪一个说法不正确 然后其中有一个选项 就是说员工的能力 跟工作绩效不是直接关系 那就错了啊 第二 就是我们作为人力资源 最欣慰 最希望看到的 就是工作跟能力呢 要达到一个资源的最佳配置 说白了就是人配衣服 马配安 它的匹配啊 如果说我们在筛选简历的时候啊 能力超出岗位的这些人 我们把它叫做overqualified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 杀鸡 焉用牛刀 我们说一个人 你比如说就是一个基础的 最小的一个客服专员 一个月可能就4000块钱 然后你去招一哈佛毕业生 那不是人家有毛病 是你有毛病 对吧 所以能力超出岗位呢 或者能力呢 不足都不行 能力不足的话 它是没办法胜任的 对吧 99之它会有很强的挫败感 而且呢 它也会拖垮岗位上的这个绩效 那么我们的这个第三点呢 说了能力呢 也是一个人晋升的这个依据之一啊 如果我们把能力跟岗位有效配置的话 那才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率 这个很好理解吧 这几句话 没有一句话不好理解 对不对 好 那么后面呢 又是在抠概念 这种抠概念的地方 有时候就要小心了 诶个别年份里面 它还真的在这儿 就是抠实这个概念 然后抠实完概念以后 然后出题 一般考的是 诶以下对于能力知识技能 三者说法正确的 或者说理解不正确的是哪一项 有时候它就会这么去出题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知识技能跟能力 它们三者的这个 就是书上给的这个定义啊 知识呢 它说了 是概括化的经验 前人种树 后人成梁嘛 就是前人通过书本经验 直接经验 间接经验 概括化来的知识系统 这个技能呢 是行为 你看 它说嘛 它是概括化的行为模式 那概括化是一个定语 它是修饰性的 关键的问题在于 它是行为模式 就是how to do的问题 而我们的能力呢 是概括化的心理 所以说呢 你看知识是经验 技能呢 是行为 对吧 然后呢 能力呢 是这个心理 所以大家看我就是 小黄阔虎里面 或者小黄圆圈里面的 才是他们三者最大的区别 好 能力呢 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呢 就变到这个平静期了 所以并不是说一个人的能力 是无上限的 有人他的确是能力就是有限 所以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 它是会定型的 虽然这句话听上去是很残酷的 但是确实人生下来以后 这个能力有高有低 不是说所有人都是高能的 是吧 那么至于知识 就是我们的经验 包括技能 也就是我们的行为模式 这两者倒是可以不断的去积累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 人力资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 就是培训嘛 所以后面我们有招募 培训这些板块 而且很多人选择做人力资源呢 就是因为大家很喜欢 去做培训这个板块 那所以呢 我们说既然知识跟这个技能 是可以不断积累提高的 那我们就要重视职员的 这个素质和素养的这个提升 这个培养 对吧 这个也很好理解嘛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选择题啊 他说了 关于能力知识技能 哎 你看这就是在抠这个概念了 关于能力知识跟技能的说法 以下说法 错误的是哪一项 哎 人家可没有让你找正确的哟 人家让你找错误的哟 那么知识是概括化的经验系统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了知识的确是经验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技能呢 是行为 能力呢 是心理特征 然后他第二句话说了 能力是可以无限发展的 弯弯 我们说了 人的这个知识也好 还有这个技能也好 它是可以不断的去积累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企业 特别重视员工 职业素养提升和培训 这是刚才的白纸黑字 直接写在这儿了 但是呢 你直接跟我说 能力是可以无限发展的 这就不对了啊 因为能力呢 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呢 是会定型的 对吧 那么第三个能力是一种概括化的心理特征 而技能是一种概括化的行为模式 这三句话啊 包括这个概括化的经验系统 这三个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完全没有任何毛病和瑕疵的 所以呢 这道题的答案呢 就应该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2B选项啊 那这道题呢 考的就是能力知识跟技能 所以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定型 但知识技能呢 是可以不断的去积累的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三者之间 对这句话的一个理解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多选题 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别踩雷 因为多选题里面漏选是给分的 但是错选就全完了 所以说在拿不准的情况下 我们宁肯少选也不要多选哈 而关于这个能力 知识还有技能 这三者的关系 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 A选项说 知识是概括化的心理特征 完 我们说了知识是概括化的经验特征 能力才是概括化的这个 能力才是概括化的心理特征的 对吧 技能是概括化的行为模式 这个定义是对的 技能的确是行为层面的 然后第三个说 能力是概括化的经验系统 正好啊 你看啊 这个A和C呢 正好就是关公占群穷 正好是张冠礼带给带反了 然后第四个说 知识跟技能可以不断的积累 这个可以啊 最后技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定型 我们说了 谁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定型啊 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定型 但是知识和技能 确实可以不断的积累的 对吧 所以呢 这道题的答案正确的 应该是我们的B和D 其他的几个选项说法都是错误的啊 都是在玩文字游戏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既然这个能力这么的重要 那我们来看一看一个领导者 一个很好的这个 Leader 然后他的胜任特征 他应该往往具备哪些能力呢 胜任特征 competency 就说白了就是他的竞争力 反映的是一个人对环境 是不是能做出恰当的反应 那么下面有一个解释啊 他说胜任特征模型 指的是担任某一个特定的这个角色 所需要具备的能力 包括他所具备的知识啊 包括呢 他所应该具备的一个 这个技能的这个总和啊 那么说白了就是 他到底是不是能够qualify 能够胜任他这个岗位 那么在这儿呢 有两个需要大家稍作区分的 这个不行就死定备了 没什么太好的方法 我们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 叫做麦克里兰 他认为领导者的这个 胜任特征模型呢 是包括五个方面 五个要素 而另外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 叫威尔逊 他认为一个人的 胜任特征模型呢 应该包括是三个方面 好 那么我们看看五个 再看看三个就行了啊 都是死的 麦克里兰呢 因为他是一个 很著名的管理学家嘛 他在世界上 把人分成两种 一种呢 是成就动机 特别强的人 就是说他认为 有人天生特别渴望成功嘛 这种人一般 他成就动机特别强 你像这些领导者 是吧 当然了 麦克里兰认为 还有一部分人 是特别害怕失败的人 就是我只要不输就行了 怕输 有一个是想赢 有一个是怕输 他把这个世界上的人 主要分成这两类 然后呢 当然这数上没有 我们是给大家 稍微拓展一下啊 那么我们麦克里兰呢 他把这个 一个领导者的 胜任特征呢 分成了五项能力 这五项能力 分别就是这五项啊 第一 他的成就跟行为动机怎么样 就是他是不是一个 特别渴望成功的人 第二呢 他有没有很好的服务意识 第三 他有没有很好的这个 协调啊 管理的才能 不是说一个好的leader 绝对不是说 自己累个半死 然后下属不出力 就是他特别的善于 去激励下属嘛 再一个呢 他的认知 分析能力怎么样 他个人的这个 自尊自信啊 自物质成 这个个人的效能感如何 这个是我们一个leader啊 就是在麦克里兰认为 他应该具备的五项 基本的能力 那么第一项呢 他认为 一个好的领导者 必须要有比较高的报复 就是说白了 就刚才我们说 有两类人嘛 一类是成就动机 特别高的人 一类是怕输的人 那我们说了 一个好的领导者 绝对是第一种 就是那种成绩动机高的人 而不是指 唯唯诺诺怕输的 怕输那种都是loser 对吧 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 应该是高成就动机 对环境呢 有敏锐的变化 而且呢 特别善于去创新 说白了就是像马云 像这个刘强东 这些人 他们已经非常成功了 但是你看 他有停步不前嘛 这些人说白了 就是特别想赢的这些人 他们会不断的 创造新的信息和机会 你像刘强东 估计他赚的钱 这辈子 十辈子可能都花不完了 但是他还在干嘛呀 他还在研发AI 对吧 研究人工智能 他说未来我们 比如说十几万的员工 可能就剩下几万人 有一半人会被砍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这个社保 付税太高了 但如果我全部用机器人 来做这些分货呀 减货呀 完全可以降低 我的这个成本 这就是他对环境 有非常强的自控力 而且他会勇于探索和创新 那么第二个呢 是服务意识 一个好的领导 绝对是能够满足 别人的需求 再一个呢 就是能有很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有影响力 你这个如果没有影响力的话 谁听你的呀 就你没有号召力呀 你必须得给别人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才可以 所以这个第二个是 他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第三个是有很好的管理才能 就是他对下属呢 是有这种非常好的调教 而且呢 就是能够跟团队 进行很好的协作 你一个人呀 就是是一匹孤狼 你能力再强 也不能说你是一个好的leader 只能说你自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就是工作者 但是呢 一个好的领导 必须要很好的管理能力 就是不是你自己好就够了 你还得带动你的下属 大家呢抱团取暖 然后呢 大家呢一起好 再往下是认知能力 就是你的思考认知的 是肤浅的 还是比较深入 能够能不能 透过这个事情的表象 能够抓住这个事物的本质 能不能从别人说不的机会里 能看到希望 并且能把它实现 这都属于这个人的认知能力 他有这种很好的创造性的思维 最后呢 就是个人的效能感 就是你是不是能够对自己 进行很好的自控 然后你能不能很好的 把握工作的灵活性 有没有很好的组织的承诺 跟契约精神 这都属于个人的效能感 所以这是麦克里兰 他认为一个好的leader 应该具备的五项能力 除此之外呢 这个麦克里兰还提到了 一个好的领导者 要很有远见 富有着实 有非常好的亲和力 注重细节 有很好的沟通能力等等 那么在麦克里兰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另外一个人 是美国人威尔逊 威尔逊呢 很简单 他把一个好的领导者 那么应该具备的三大特征呢 分为三个方面 就五个方面 扎巴扎巴 变成了仨 第一 他有远见 有非常好的预测变化的能力 A就是下一个十年 谁是风口 市场应该怎么去走向 有这种勇于探索 创新的精神 他不会就是怎么样 不会只是呆在自己的这个安乐窝里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外滩画报 大家知道是一个很高端的一个杂志 它里面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 就是很奢华 或者很牛的一种 很华丽的这种生活方式 外滩画报当年就非常的好 然后他的一个高管 是年薪已经上百万的一个主编吧 一个高管 然后他就是在 就是在2000多少多少年 就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 还没有成为风口之前 他就认为呢 新媒体一定会取代传统的纸媒 所以他就在这个杂志做到年薪百万 然后已经呼风唤雨 积累了很多人脉的情况下 人家突然从山上就下来了 自己开始创业 办这个一条视频 就是也是在卖这种高端的 这种比较有品质的生活的视频 每天推送一些视频 推送一些产品 结果后来呢 就做到了这个月销售额 就甚至上亿 然后有几千万粉丝的 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公众号 所以我们说呢 一个好的leader 绝对不是说 躲在自己的这个成就里面 不会再去发生任何的变化 他要勇于预测变化 第二就是他特别善于寻求支持 说白了 他特别能让别人跟他同甘共苦 说白了 他特别能把他的梦想 卖给别人 而且呢 特别让别人有一种精神 愿意为他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你看 比如说中国共产党 早年的这个地下党活动 包括到最后 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 就是因为他有千千万万的 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强大的靠山和支持 就是他们都愿意为了建立这么一个 共同的梦想 共同的这样一个国家而努力 所以呢 好的leader一定是一个卖梦想的高手 他非常善于寻求外人的支持 最后就是他的驱动力水平特别高 就是高标准严要求 而且呢 抗压能力 受挫能力非常好 双伤非常高 情伤 对吧 然后智伤 包括逆伤都非常的高 这是驱动力水平强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多选题 威尔逊认为领导者的圣人特征 应该包括什么 刚才我们刚说完 他要有预测变化的能力 寻求支持的能力 还有驱动力水平要强 至于说服务意识跟认知深度 这几个都属于那个 我们刚才说的麦克里兰的观点 麦克里兰呢 是五个方面 对吧 那么威尔逊呢 是三个方面 那这道题正好考的 就是威尔逊的这三方面 一个叫预测变化 一个叫寻求外界的支持 support 再一个呢 就是他的motivation 他的这个趋力水平非常的强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麦克里兰跟威尔逊呢 做了一个区分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一道题 包括对自我的控制能力非常强 而且自信 能够很好的掌握工作的灵活性 这个实际上是麦克里兰的观点 那么他属于领导者 应该具备较高的什么呢 个人效能的这个能力 这个题干说的是 个人效能感强的一个表现 是个人效能感强的一个定义 所以呢答案选的是4D 所以呢你看 我们在做这种题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呢 很好的去脑子里面有这个 关于麦克里兰 那么比如说你看 个人效能就是对自我的控制 自信 工作的灵活性 有较高的组织承诺 那我们题干里面出现了这个字眼 你应该知道它是五项能力当中的哪一项 对吧 所以呢反着考 表格反着考 我们也得会 所以呢我们把它选出来就好了 OK 好那么至此呢 我们就把第一章 个体心理行为的这个第二节 关于人的这个智力啊 还有这个人的这个能力啊 这个部分呢 给大家讲解完毕 接下来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整个第一章 个体心理行为的这个中间这一节啊 因为我们整个个体心理行为呢 一共是五节嘛 然后呢 我们前面介绍了人格 对吧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这个智力能力什么的 第三节呢 说到人的这个情绪 其实说到情绪呢 还有一个跟他就是匹配的 或者说是一定会一起来提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情感 所以我们一般会谈到这个情绪情感的这个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会谈到情绪的这个概念啊 分类 包括呢 表情跟情绪状态的特点 还有有关情绪的理论 这情绪呢 在理解个人的作用方面有什么局限性 一般情况下 我们心理学上一般谈到情绪都会谈到情感 但是呢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初级经济师的人力资源管理当中呢 可能更着重的还是在谈这个情绪 情感谈的少啊 但是我会稍带脚的 给大家呢 稍微再拓展一点关于情感的这个内容 简单说一说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情绪 是一种高级的复杂的这种心理活动 然后人们对事物往往有不同的态度 这些对态度的体验 其实就是我们的情绪 就是我们平常 俗称的这个喜怒哀乐 这个其实就是人的四种最基本的这个情绪 所以呢 大家看高兴啦 生气啦 害怕啦 这些呢 都属于我们情绪的类别 那刚才大家可能还听到我说到一个词叫情感 它俩什么关系 它俩什么关系 其实情绪虽然是一种高级的一种心理活动 但是情绪没有情感高级 情绪其实是我们说宝宝有小情绪了 人跟动物其实都有情绪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们家原来养一只锤尔兔 那兔子特别喜欢安静 有一次呢 我就是找了几个朋友到我们家去玩 然后就那兔子就开始用它那个腿啊 使劲登门 就嫌吵着它了 它也会生气暴躁 这就是一种情绪 所以说情绪呢是动物和人都有的一种情绪体验 但是呢我们刚才说有一个概念叫情感 这个概念更高级 它是人类所特有的 一般它是比较持久的 比较深刻的 就是内隐的 而情绪呢一般是跟肾上腺素有关系 就是突然爆发出来 所以情绪是比较外露的这么一种体验 那么大家看这个很可爱 然后呢它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基本情绪的一种表达 好那么大家看情绪跟情感里面呢 首先第一 情绪我们说是跟肾上腺有关的 所以它往往是驱动于生理本能 就是它的生理需求是不是被满足了 如果它在生理层面的需求被满足了 它就会很愉悦 对吧 就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情绪 所以它是跟人的生理有关 就比较原始 比较冲动 而情感是更高级 它是跟人的社会需求相联系的 所以它是更高级更高段位的一种体验 这是情感 这是我们说的emotion 但是情绪是mood 对吧 那从产生的顺序来看呢 人是先有宝宝先有小情绪了 后面才会有一种比如说难过的情感 或什么的体验 所以应该是情绪在先 情感在后 情绪在先 情感在后 这是从产生的顺序来说的 然后呢 从产生的这个原因来讲呢 这个情绪往往是由事物的表面的现象 所引起来的 就是它不是事物的本质 情绪往往是表象 带有非常强的冲动性和爆发性 那你比如说激烈的情绪 可能会使人心跳速度加快 脸潮红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全身颤抖 这都是伴有生理上的变化 而情感呢 一般是对不是事物的表象了 情感呢 是对人的这个事物的深刻体验 是看到了事物的这个本质的 所以说呢 情绪往往它是表象 情绪往往是表象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情感的往往是本质 一个是表象 一个是本质 所以你看 情绪在前 情感在后 情绪是表象 情感是本质 情绪低级 情感更高级 对吧 情绪更肤浅 情感更深刻 这样的话呢 自然而然就把情绪跟情感呢 给区分开了 那么 当然了 我们一般谈到两者的关系的时候啊 都符合这个唯物辩证法 所谓符合唯物辩证法 一般就是说 两者之间既有区别 也有联系 所以他们两者之间 一定还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可能呢 只是说他俩是根本不一样的 那样的话 就谈不上是两者的关系了 那只能说是他俩有区别而已 那联系呢 就是情绪呢 是一种情感的一种外露 因为情绪是在藏不住的 所以那情感里面 你比如爱 那他的情绪表达出来 就是这种情绪 所以离开情绪呢 情感就无从去发泄和表达了 第二个呢 就是情绪的变化 从根本来讲呢 是受到情感的制约的 所以说呢 情绪呢 会受到情感的影响 而改变他的形态 就情感变了 那他外在的情绪表现呢 就自然会发生变化 所以两者之间呢 一般我们出考题啊 还是比较喜欢考他俩的区别 考他俩联系的时候少 而且呢 我们在选项里面 一旦这个选项是错的 基本上都是把两者的关系 给说反了 你想他错错哪了 肯定就是反了 所以就错了呗 对吧 好 那么大家跟我看一个多选题啊 就是说来就来 他说 关于这个情绪 跟这个情感的 这个两者的这个关系啊 当然我们说了 既有区别 也有联系 对吗 所以关于这个情绪 跟情感的这个关系的说法啊 正确的有哪些 这是五个选项 第一 他说情绪是跟 有机体的生理需求 能否被满足的体验 我们说了 情感是跟社会需求有关 情绪的确是跟 生理需求有关 所以这个A 是没有什么毛病的 然后第二个 从产生的顺序来说呢 他说情绪反应是在前面的 情感是在后面的 从产生顺序来说呢 因为情绪是来自于 生理的这种荷尔蒙的变化 或者肾上线的这种 这个增加或减少激素水平的 这种变化 所以情绪在前 情感在后也没毛病 第三 他说情绪往往是由 事物的表象引起来的 它比较肤浅嘛 而情感是由事物的本质 所体现出来的比较深刻 所以呢 这个C呢 也没毛病 然后呢 这三者都没错啊 情感的变化 受情绪的制约 这不对啊 我们说了 情绪的变化 受情感的制约 然后呢 情绪是情感的外在表现 大家看对吗 情绪是情感的外在表现 对的啊 只不过呢 我们的4D呢 说的是反的 所以呢 这道题呢 我们说只要把这坑爹的4D 排除掉就好了 那么答案呢 就是A B C E 这是我们情绪跟 情感两者的这个关系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把情绪跟情感的 这个概念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区分 我们说了 情绪是人跟动物都有 然后情感是人类特有的 那么之后 我们来看第二个制止点呢 讲的是情绪的两极性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用啊 所谓的两极呢 就像天平上的这个两端 一个是左 一个是右 大家可能听说过 什么叫做这个抑郁症吧 就常见的情绪病 抑郁症 就是我们说的depression 像我们现在 这几年媒体 报道出来的 像什么金中炫啦 乔任良啦 张国荣啦 包括之前的尚余博 还有什么林肯公园的主唱 包括这个小红梅的主唱 好多好多啊 罗宾威廉姆斯 这都是世上有名的 这个戏剧演员 这些明星 他们其实都是死于 这个抑郁症 那么抑郁症 就是情绪的两极当中的一极 就是特别的低落 特别的消极 而在抑郁症的 另外一个反面 有一种病叫造狂症 这个造狂症 就是这个人特别嗨 天天都特别兴奋 那我们可能都知道 有一个画家 是后印象派的大师 叫梵高 这个梵高 他本身就是 有这种很严重的情绪病 那么他得的就是 双向情感的这种问题 所谓双向情感障碍 就是情绪的两极 一会儿特抑郁 然后一会儿呢 特别的这个造狂 特别兴奋 你看比如他画的 这个向日葵系列 他每一次抑郁发作的时候 他的那个向日葵 画的都是蔫的 就是那个就是快死掉了 特别枯萎 就情绪低落的时候的表达 而当他每次造狂发作的时候 他画的那个向日葵 就是被太阳照射着 特别有活力 而且他在造狂发作的时候呢 他每天可以画画 这个抑郁的时候 他可能一两个月 都完成不了一个作品 所以说呢 情绪的两极类 有这种积极的增力的 肯定的情绪 但反过来说 在情绪的另外一端 就会有消极的 减少力量的 还有否定的情绪 这就是所谓的情绪的两极 天平的两端 好 那么另外呢 情绪的两极性 还可以从快感 就是他到底愉快 还是不愉快 到底轻松还是紧张 平静还是激动 一般的怒 大怒 甚至是暴怒 来区分 所以呢 我们说随着强度的增加 一个人如果情绪 控制不了自己了 那么就会失控 情绪对自我的支配作用 就会越大 我们可能听说过 有一个词 名词啊 叫做这个激情犯罪 这个激情犯罪 就是人在那种 不能控制自己啊 我不能控制我自己啊 在那种情况下 做出了一些 让自己 抱憾终身的这种行为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情绪的这种外在的表现 这个不太重要啊 这我觉得大家看看就行了 情绪 它的外露 通过外在表现 就是我们的表情 微表情 那表情的话 有什么脸上的 肢体的 包括言语的 那其中呢 我们说了 面部表情呢 是其中最明显 就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 全世界各个国家 高兴的表情 都是乐啊 都不是叭叭 扇自己嘴巴 一边哭 告诉这叫高兴 那是疯了 是吧 再一个呢 就是身体表情啊 点头yes 摇头闹什么的 这个gesture 就是手势 另外呢 还有就是言语类的表情 这是我们情绪的 一个外在表现 这个大家在说上 看看就行了 好 后面有一个 很喜欢出选择题的地方 比较简单 是个单选题 这个还比较简单 按照情绪发生的 这个强度和作用时间呢 我们会把情绪 分为心境 激情跟应激 在有的版本教材里面 除了这三类 心境 激情 应激以外 它还会加上一个热情 当然我们这本书里没有 我就不在这多说了 热情 这个不说了 那么我们在出选择题的时候呢 心境 这个词 一般都跟它无关 我们一旦在这个情绪状态这 考单选的话 一般都是让大家区分 这个激情跟应激的 也就是这个二 还有这个三 一般都是让大家区分 这两个 激情跟应激 那么心境呢 我们说的其实就是心情 心境一旦形成了以后呢 都是带有一定的迷散性的 就是它的时间呢 会比较持久 比如说最近呢 郁郁寡欢 或者最近呢 春风得意 这都是人的一种心情的表现 它会受到某种情绪的这种色彩的渲染 所以会有一段时间持续沉浸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不管它 主要是后面这两个词 因为大家看他俩的这个词有点像 进一词似的 一个叫激情 一个叫应激 其实呢 他俩根本就不是进一词 而且他俩的这个概念 其实意思一点都不一样 只不过呢 他俩长的模样有点像 都带一个激字 激动的激字 那么激情呢 刚才我说过有一个词叫激情犯罪 对吧 激情呢 往往是特别激动 特别冲动的时候的一种特点 你比如说狂喜或者绝望 你看 一个人他特别喜欢某一个足球队 结果呢 在世界杯上 他喜欢的这个足球队呢 赢了 得了冠军了 而且呢 他买了好多赌球 他还赌赢了 赚了好多钱 这就是喜极而泣啊 所以这种激情呢 就叫狂喜 对吧 当然了 我们说了激情状态之下 你比如说一个艺术家 他特别的那个会画画 然后特别的这个会创造音乐 所以在激情状态之下 会创作特别好 那么他创作特别好了以后 你看他就受到这种灵感的这种熏陶 在激情状态之下 好多艺术家都会爆发出很多的这种 爵士之作 你像之前有一对那个行为艺术家 有一对夫妻 他俩就是 就是通过他俩的这种感情 然后呢 创作了很多大量的行为艺术的这种作品 后来他俩分手以后 他们的那个创作 其实后来就没有达到那个高峰了 所以这个叫做激情 但是激情呢 有好也有坏啊 你像刚才说的激情创作 但是呢 我们也有激情犯罪 比如说我在绝望之下 突然杀人或者怎么样 那么这个呢 就属于我们所谓的激情 就是激动之下 应激的这个激呢 不是激动啊 应激的这个激呢 这个激指的是突发事件 它这个主要指的是一些 因为突发的意外事件 而引起我们当事人身心混乱的这种状态 就叫应激 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名词 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叫PTSD PTSD呢 实际上是一种症候群 它是一种病 实际上呢 全称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 指的就是说在大灾大难 或者说一些突发事件之后 导致这个人的出现的一些后遗症 有的时候可能会困扰这个人一生 所以PTSD呢 是我们要就特别重视的 而且要去干预的 你看地震发生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人的这个自杀率会特别的高 在地震发生刚刚结束以后 可能当事人是懵的 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那种丧尸感越来越强 自己家里的家人没了 大家可能就会生无所恋 所以我们说呢 亲人的突然的意外离世 包括呢自己的这种遭遇 包括呢就是天灾人祸 这种突发意外会导致人的生理 就是心理上面的状态 会导致他生理层面 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比如说 就是会出现身体的不适 甚至是这个更极端的一些行为 那所以呢我们说呢 就是激情跟硬激呢是不一样的 激情就是你特激动的时候的情绪 硬激呢是你应对意外 应对突发事件 所导致的身心混乱的状况 所以这是他俩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道单选题啊 他说就是在下列的情绪状态当中 长期持续下去的一种状态 会导致他的生理 会导致他的免疫系统 就生理上受不了了 免疫系统受害了 那么这种引发疾病的这种状态 叫什么PTSD对吧 它跟心境无关啊 我们直接把它排除掉 然后激动根本就没这词 主要呢就剩下这个应激跟激情了 对吧 那这道题里面会导致生理的功能损害的 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应激状态 而不是激情状态啊 所以说呢 答案呢 应该选择的是这个2B选项啊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来往下看这道题 他说 哎呦 当我们看到一个自己特别喜爱的球队 赢得比赛的时候 我们的球迷呢 简直是欣喜若狂 这个时候球迷的情绪状态是什么呀 你看这18年世界杯 哎呦喂 你喜欢巴西 对吧 有的人呢 喜欢这个法国 有人喜欢这个那个的啊 西班牙德国什么的 那球迷的情绪状态应该是激情啊 就特别的嗨 特别的嗨 特别有满足感啊 所以呢 答案呢 选的是4D啊 好 那么之后呢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啊 就是表象的东西 后面呢 有一个关于情绪的一些理论 历史上的一些心理学家 他们早就关注到了情绪这个现象 那么所以他们有不 有自己的一些这种啊 解释啊 或者说他们从 不同的角度呢 来试图去解释 关于情绪的这个理论啊 当然了理论一般都是比较枯燥的啊 我们会把里边的一些干货 或者说更更通俗意懂的一些概念 把它摘出来 大家只要能把这几个理论 做一个区分就够了 首先是杰普斯兰格 美国心理学家杰普斯兰格呢 特别强调情绪是受到生理的影响的 所以他特别强调外周的生理活动 因为我们说情绪本来就受到生理的这个影响 所以他认为你的情绪就是人的这个器官 骨骼在大脑里面引起血循环速度加快 所以杰普斯包括像兰格都在强调生理 一个是强调骨骼神经 一个强调的是血液嘛 然后这是第一大理论 所以你就把这个第一理论呢 把它跟生理绑定在一起就行了 如果要抓他的关键词的话 这个关键词一定是生理这个概念 那么除了这个杰普斯兰格以外呢 大家看第二个是汤姆金斯 他把情绪是归结为人的内驱力 就说白了你的这个power 你到底想干嘛 所以他认为情绪就是人的这个动机 就是你想满足你的需求 所以你就会去做什么 所以他把你想做的这个事归结为动机 这个动机就是推动你的内驱力 然后你通过这个内驱力来发泄情绪 所以呢你通过这种内驱力来激发你的行为 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这儿了 我们就知道他的这个关键的概念在动机 或者叫做内驱力 好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呢 是拉扎勒斯论 拉扎勒斯论认为呢 情绪的体验还真不是单纯就是一个生理的 就是说不是光是单纯在大脑里发生什么事了 不是光是纯生理的 他还要考虑认知对于外界环境的评价 就是他要考虑评估环境跟人的这个相互作用 所以这个叫做认知的这个评价 那么这个拉扎勒斯论是什么意思呀 比如说你如果要是在动物园里面 隔着笼子看到了一只大老虎 这个大老虎虽然是张开雪盆大口的时候挺吓人的 他叫唤一声你可能也很震撼 但是那种恐惧并不是很严重 因为你知道他在笼子里 他也出不来 他没法吃了你 对吧 所以说他认为呢 情绪的体验不是简简单单在大脑里发生什么 而是你对环境的评估 你为什么在动物园里面看到一只老虎 不会下个半死呀 因为你通过对环境的评估 你知道这老虎不能把你怎么样 可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现在跟那个猪罗记公园二似的 我天你现在是暴露的行走的汉堡包 在老虎眼里面你是一个行走的赛百味 他想把你什么时候吃了就什么时候吃了 你在一荒山野岭里面 这时候你要是看见一只大老虎 你这个时候呢 通过环境的一评估 大脑的一评估 对环境的一个评估 完了 我得成为他这个负中餐 你就吓个半死 你的情绪一下就出来了 对吧 就会吓坏了 所以说呢 我们在动物园看到老虎 我们在野生的这个森林里面看到老虎 我们的这个认知是不一样的 我们对环境的评估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情绪的表现肯定也不同 这是拉扎勒斯论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选择题 他说在下列的情绪的理论当中 属于那个认知评价论的 也就是说呢 认知评价论是谁的呀 是拉扎勒斯的理论对吧 不是詹姆斯兰格的 也不是这个汤姆金斯的 那么你看情绪是内在器官跟骨骼的 这是詹姆斯的理论 外周的生理活动 比如说血管扩张收缩 这也是生理的 就属于兰格的 第三 情绪的体验不能简单的理解 它在大脑中发生了什么 通常呢 是在无异状态之下发生的 哎 我又对认知进行评价 最后情绪就是动机 哎 这个情绪动机的这个 是汤姆金斯的理论啊 所以这道题呢 跟认知评价有关的是C C选项 所以大家看这几个人 美国詹姆斯兰格强调生理 汤姆金斯强调内驱力 美国拉扎勒斯强调的是认知评价 这道题选C的这个C观点 是拉扎勒斯的观点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三个理论的区分开了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情绪当中的 最后一个知识点 就是情绪在理解每个人的身上有用 但是呢 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它有它的局限性 那么他认为这个地球虽然是圆的 虽然这世界上有好几十亿人 但普遍认为呢 无论我们的民族啊 种族啊 性别啊 各个方面 大家基本上是以相同的方式 来表达喜怒哀乐的 那这种普遍性呢 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共性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喜怒哀乐的这个情绪 但是呢 我们说也不是所有的表情都带有普遍性 在一些这种 比如识人族啊 在一些边缘的部落里面 可能在不同的文化里面 他们也不是所有的文化 都用相同的方式来表达情绪的 所以就说大面上 我们可以解决百分之八九十的情绪 因为大家都是用乐来表达高兴的情绪 但是也不是说放诸四海皆准 有的时候 他也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这个不一样的情绪 所以他在认识个体上有一定的作用 有一定的普遍性 但同时呢 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啊 但是这个就是脸基本没出过题 所以说呢 我们也不用呢 在这儿就是说去赘述 所以呢 你看在中国也同样存在这种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那你时不时的 如果说你汉族人是多 然后你就用你的我族中心主义 就我族就是最好的 别的族都没有我这个先进 如果用这种理念来看待一些事物 就可能会走向一些比较片面 或者比较偏执了啊 所以说呢 我们在理解任何一个个体上面 他看到好的一面 看到他的局限性 这样才是辩证的去看待事物的一个方式 正如我们对待情绪情感 这个态度的本身 好 那么本节课的这个本节的内容呢 主要就是这些啊 谢谢你 的